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太从政多年 经历九七前后 他遇过多少难忘的人 难忘的事呢? 他在政坛经历无数风雨 他又如何化解和面对呢? 经历至亲的离世 饱受丧夫之痛 外表硬朗的他有没有软弱的一刻 他内心又有多少遗憾呢? 你一路读书 你爸爸就是外国商人 但是很特别 为你选择了一间 不是所谓左派的学校 是他的姓氏提反女校 虽然说外国姐 我爸爸也是英文好过中文 他是读升州名校那间叫Anglo Chinese School ACS很有名的 他英文好过中文 但读升州名校就是因为我有个表姐进去读 表姐带我报名 住得近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这样就进了这间学校 即是这间好的教会学校就进去了 我想当时港英政府都不知道 那些外国背景 如果知道都不会做到 如果他知道的话 做政务主任可能都不让你做 因为要做一个背景审查 当我后来做到保安局长 你知道了 明白为什么我做到政务主任 为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看楼上 你有没有记得 你有没有做过背景审查 有的 是不是 记不记得要你报什么 要报一些父母 报一些父母 报几代都报了 还有呢 记不记得 还有什么 读什么学校 对啊 你是升市提反 对啊 如果你说读旺角奴校 佩翘 卢公子弟 左右都不行 学校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做局长就知道了 因为会看法 你读那家校 就受他意识形态影响 如果你说培翘 旺角奴校 朱学一定不请 所以升市提反 这个很重要 你爸爸那些 未必查得他出来 对啊 你说新加坡公民 那谁有空理你呢 还要读这个 ACS 洋人学校 英文学校 更加不知道 你爸爸过世的时候 你大约是20岁 大约是71年左右 是的 你是未大学毕业的 那他的离去 对你的学业和家庭环境 有没有造成影响呢 因为你妈妈有没有工作 是的 那我想我爸爸的公司 其他股东都关照我们 一直出他份量 出到我大学毕业 那就不再给了 那么我记得初时 每个月我去拿这笔钱的 一去到我说不给了 那你不得了嘛 自己顾自己 当时我就很驱惊 但现在想起来是对的 长篇难估嘛 那你都大学毕业了 还要人小伯估 不可能 那我知道要靠自己 当时一知道不给的时候 你觉得很突然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想着 立刻出来做事 想继续读书 就是我猜不到 就是那时候年轻 第一次面对 别人是斩揽那种的滋味 就是说给你 他知道没有了 你不要来这里靠 那自己顾自己 你读饱书 你顾你妈 那就是现实 那有没有哭 人生哭 回家哭 回家哭 有没有在妈妈面前哭 我妈当然也哭 她也不知道 当然也是 或者是天真的 不可能人家 每个月都出份粮 你又不是说明 香港政府退休金 退到给你 受众正寻 不是这样的 人家没有这个 pension policy 是吧 这个跟政室无关的 只是小叔伯 我现在想起来 是不怪人的 是可以理解 那我就去找工作 去教书 在哪里教 新法 那里也难教的 不是 好 因为我成绩挺好 你知道新法是这样的 每个 first class honor 1400元 second A 1350元 second B 1300元 有价目 你是一级 1400元 还有她偏好一些 的班 我教 form 5 和 form 7 新法是很重要的 成绩 她让我教育 考试 教得好 我文学 就是说 你教书的时候 都有那段 无水的私生戀 不是 不是 学生约你去看电影 那些玩 人人也有 不是真的 你又没有去看 因为那时候 阿sir和师傅 每个都年轻 那就是 你大他一点 那些男同事 我们坐在一起 收到一张字条 请你7点半去落星见 那我们在 star room 笑一会 谁敢去 用不去到被人砍 笑一会 这些 但是你教了 没多久 你就去英国读书 教了一会 那笔钱 就是 怎么找回来的 在家里 都是我爸爸的朋友帮 有些 副执辈的朋友 知道我想去读书帮我 那时候又不用那么多钱 没有现在那么多钱 但是你去读书 就少了一个收入 家里的环境 哪个支撑 我妈妈 我想吃谷种 她都 譬如我们环境差了之后 都试过租房出来 那你又去得安途 所以我要好用工 所以我读到年纪 我知道一定要找工作 知道大学没有职位 那有些师兄跟我说 你考AO 良期好 福利高 这份工作最稳定的 是吧 考到有机票回去 我就考 考到了 政府真的给我一张机票回去 那我独特不告诉我妈妈 知道我能找到工作 独特不告诉她 让她的惊喜 那她接我的机票的时候 第一就说 你瘦了很多 瘦了十磅 九十多磅 为什么这么惨 苏格兰很苦 生活很苦 怎么苦 那时候 七三至七五是煤炕工人 罢工 欺斯落台 饥寒交壁 天气又冷又没有东西 那时候你以为去英国住 隔壁吃 像今天那样 你不用指望 一年都没有一餐 平时吃得很不頑 十点就生了暖气 整晚在屁股里 熬冬 熬惯了 就没什么 那回到去 我妈第一就说 你瘦了很多 第二就说 那怎么办 钱就花了 我找到工作了 即是星期一上班 她说很开心 多少钱 我入仇应该三千五 妈妈就拿了 那时候三千五很好 也是 很好 够租够几百元 她拿了你三千五 给五百元我上班 够了 够了 那你一直都给钱 慢慢管了 是啊 你都知道 做政务官 是要正所谓处理director 处长级 才有一个大的跳 一路一个点 是很小的 那我直至到 第一份acting post 是81年 即是做了六年 政务官 就开始处理处长级 那时候没有高级政务官 那时候的人工就 double 那我就松动了 就OK的 这个我纯粹是 看回以往的一些资料 我也要向你求证一下 就说你做了政务主任之后 在全罪科 做助理全罪师 应该 做了不够几个月 就是想辞职 是的 真的 什么原因 我就做不了 你知道当时我做了 纪律事宜 就是炒鱿鱿 炒人鱿鱿鱿那些 就是那些廉处告员 九龙集体贪污疑案 一审完 13个告不入 但是有污点 要炒的了 整个图案拿过来 你做 最惨有时候 扣错人工的那些 被人打电话来大骂 或者是叫你 将人强逼退休 即是不足够理由 炒鱿或者告他 但要写一封很凶的信 告诉他你如何行为不检 我不相信你了 是的 那些你做过就知道 整天打电话来骂 是吧 那怕什么 我觉得我做不了 那时候年轻饰钱 都没有跟人商量过 我做了一封信 我老闆麦高郎 记不记得 做了官智财政司 就说他知道我想不做了 那他就 啞了 他觉得我的人真是愚蠢 如果你不行就跟老闆说 为什么突然间白纸黑字 做一本信我呢 他收到不出声 那几天就叫我进去谈 你是不是真的很不行 我很害怕 每天上班都很害怕 他说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做 你是不是找到工作 我没有找到工作 他说你再想一下 再过了一个月 他问我你还想不想做 那时候我妈已经骂我骂到飞起 就是你不做 你没有跟妈妈商量 妈妈骂我冲动 就是不顾他 那怎么办 于是麦高乐再给他一个机会 我说你想不想做 我想做 他说我给他一封信 麦高乐救了你爸爸 包容 所以我学到做上司要包容 他知道我新入行 做了三四个月的课 学生妹 他给的机会我继续做 我真的试过给一个高级警助理 警务署长叫Ted Shave 剃素的Shave 剃素先生 打开闪到我 就是这些叫I have been shaved 就是被他剃过我 骂我出错信 撤错人工 你怎么做 最遇到一件事要告诉你 就是我收到一个匿名信 投诉社会福利署 有一个人叫Thomas Lee 我又要叫社会福利署查 你知道政府中部 部政司署很高级 一放下去给他副署长 我叫副署长Morris Morgan 人家叫他做蒙根 叫他查 他就一收到导信给全罪司司葛 他说 你的索伙计刘小姐 叫我查李春庸 他知不知李春庸是社会福利署长 是我上司 他叫下属查上司是不道德 Alan Scott拿出来 你说是否害怕他的脚丸 其实他是玩弄的 他明知道我新入行的 他要搞到这么大 其实就跟Alan Scott不妥 借我来砌他 你说是否害怕他想找个洞里 丑到 那次你知不知道李先生是处住 我英文Thomas Lee 我不知道他是指哪个 不知道是李春庸 我进去做两三个月 什么职位 哪个官 什么中文名 英文名 都没办法 原来查李春庸 很离谱 但Alan Scott也很包容 他没有说我一句 我叫你去见他 没有 他给麦高乐 麦高乐跟我说 你以后看清楚是谁 没有 那我就很惭愧 那你做过这么多位 你觉得最难做的是哪个位 那上司呢 哪个在他们学到最多的东西 最凶是哪个 你觉得哪个港督 你觉得他做得最好 那你做过这么多位 你知道正部主任 丢来丢去的 你觉得最难做的是哪个位 那当然是保安局 回归后做保安局很难做 那时候刚刚回归 很多问题都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是成为一种政治争拗的核心 比如释法 居留权 那就是我做磨心 最尖銳的刚刚回归 做这个保安局 是否令到你学会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普通话 第二就是练得好的酒量 要跟内地官员交往 普通话就是姓逊犯 那时候已经读 那时候叫国阴 波波魔科 当然做了入境处保安局 讲多了很多 那是跟内地打交道 特别部队 是懂得喝一点 有点用 喝得多少 喝得下的 江湖传闻说你 那个年代 现在没有喝了这么多年 我想我就退步了 你喝得多少 白酒那些 一杯杯 最初就是一干 白酒杯 小小杯 礼貌上 当然是一干一杯 我想最高几度干过20杯 都不醉 可以走着离开吃饭 才跌下 回家就休息 现在没有了 我想就退步了 年纪大了 不行了 那回归前呢 回归前真的是 港英政府年代 哪个位你觉得很难做 其实每个位都有好做和难做 我每个位都喜欢的 其实 我那时候都做过保安科的 你好像是第一位 是 首席助理保安师的类型来说 是 中国人 跟虾狗佬 叫不叫 Jefferson 謝法森 有虾狗佬 以前那些是 华人的眼睛不准看的 是 for British eyes only 快乐面写明 British eyes only 真的这样写着 说明 送货也要是British 是 送上港督府 找几个那些 你知道那些 读完O-level 认不了学的那些 你知道那些 那些 英人少年少女 他们送上去 那你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他们肯让我做这个位呢 因为这个 说一下 謝法森开明 那时候 保安科分两个 两页 一个页叫行动 那些 中国人不能进去 行动 包括colony 即殖民地 军警 包括和駐港英军联络 搜集情报 那些工作 那些就是 华人禁地 你那时候也不能 是的 另一方面叫department wing 就是管警方 入境 消防 呈教 謝法森 他开始觉得 这个华人社会 我没有中国人在身边 告诉我 社会真正的情况 怎样可以 找回一个 红素绿眼住半山的 只会去浅水湾山顶的人 不知道社会状况怎样可以 所以他就要求调本地人来 那我就有幸做了第一个 中国人的首席助理保安师 那你做之前 他有没有见过你 没有 他或者已经看过final 知道OK 是姓氏提反的 行了 不不不不 那时候我已经做完区议会选举 我跟中日杰做区议会选举 第一届区议会选举 拿了两个commendation 麦理浩给一个我 中日杰给一个我 赞赏你什么 做得好 哪方面好 搞定了 搞定什么 那时候出来选举 你想想 区议会直选 那时候前所未有 我开始推动的时候 走上五台山 去找人去宣传 没有人有兴趣 那就在很短时间组织了那个投票站 点票工序 宣传 推动那些人参选 联络18区搞定了 先搞向新界 然后去市区 再搞市政局的直选 那就被我调动了 那我想邪法真已经知道我是做得业的人了 做事效率高 那就收了 你说这个第一届区议会的宣举 代议政制 刚刚发展 之前是完全没有的 你作为推动这个计划的一个政务主任 有没有看到一些政策文件是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是不是因为英国政府想着要回归 所以要搞民主 那些文件我们看不到的 只是说 就是要鼓励社区多些参与 管治 提高公民意识 建立一个扎根社会的政府 那时候不讲这些民主 不敢讲民主太敏感了 后来知道七九年麦里号访华 后来知道就因为 那时候北京已经告诉他 一定收回了 他回到来部署 一个扎根香港的政府 就要多些直选人成份 这个政治背景后来才知道 我问过我旧上司 钟日杰是不是 他说当然了 既然要交回了 那就是为了保护香港人的利益 希望鼓励多些香港人出来参政 背景是这样的 你觉得哪一个港督 你觉得他做得最好 或者学到最多的东西 我想人品的人最温纯 谦和就是尤德 尤德认识得我 虽然我是PAS仔 不是高级 守正助理 其实低于N级 但因为我做国籍 那变成了很多时候 港督府问话 就问我答 那便是尤德知道 是这个小朋友 记得有一次 我经常去收电报 伦敦的电报 那个communications office 那个通讯中心 是的 他已经知道我是 你知是subject officer 他一收到急电 就打电话叫我收 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叫我 Regina 有Urgent Telegram 你回来拿 那我飞�鹅山链的车去 一早的时候又年轻 8点就去到 那就拿了 拿了就立刻做Draft的reply 那尤德开工 诶 这个原来是 我不能看的 是 很少人能看的 那他就找姐发生 那他就说 为什么会这么快给了Mr. Siep 那他以为做一个却要给行政会议 那我就做好了 说 为什么会这么快给了Mr. Siep 那他就说 为什么会这么快给了Mr. Siep 那么因为 因为他以为说做一个卷要给行政会议 那他已经做好了 他叫我去见他 他说这张电报多少人看过 我和秘书看过 他说你不用再做了 你交给上司 不要跟任何人说 他没有怪我 他后来还跟姐发生说 香港政府的政务官效率高 8点多已经整个计划做好了 好过英国那些 人品就觉得他最好了 最牵和 最有礼貌 对那些小的最好 那处事方面 你觉得哪个印象是最好 麦里浩就是高瞻远足 如果说后来现在还跟我做到朋友 谈到计就是魏逆逊 我也跟过他 他做中英联络小组组长 我就跟过他 我是一位专家 我做中英联络小组的专家 去伦敦开会 开JLG 我也有份跟着他 他做事很认真很认真 当时他眼尾都不熟我 因为我最低级 跟拔三尾去做 但后来他做了港督之后 他记得我了 变成了有些沟通 到他离任我当局长的时候 我去伦敦又去上议院找他 他很开心 跟我谈论很多 很多人觉得 惠逆逊 着事 比较亲中的 因为他很喜欢汉学 你跟他接触 你觉不觉得他是 我觉得不要说亲中 而是他读过汉学 很了解中国 他了解中国人的文化 知道如何跟他打交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上司呢 在港英政府时代的上司 哪一个入钱最多落你的袋 在他们学到最多东西的呢 很多个学到东西 各有各的优点 默高乐的理性派 就是Let the best argument win 就是要最有理据的论据 他就接受 钟日杰着事很有政治技巧 其实发生的人就很终直 但是都跟他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有优点 罪恶是哪个 罪恶 当时夏顶基很多人都很害怕 我们叫他夏老顶 你记得吗 他坐镇布政司处那时候 有早我迟了上班 你知道应该是8点9的嘛 我8点好像将近9点在电梯上 等电梯见到他 哇 害怕到我 我真的缺乏了 没得走了 他一直走过来看着我 我很害怕 他跟我说话 他说我昨晚看电视 看到你说话 他说 How did you do so well 我一看见电视镜头 我就写了 为什么你说得这么好呢 我吓死我 我以为他骂我迟到 谁知道他说我回答问题 回答得好 我常常回答 你是用英文回答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到五楼就出去了 电视访问是用英文的 英文的 我想也是那个时候的 就等于newsline的节目 结果没有远到你迟到 没有 这么高级 怎么会看这些几点上班的东西 哈哈哈哈 增入权增特首 作为一个特首你怎么评价 董先生下台的时候 就说你有一个电邮 就说其实董先生下台也对的 都是好事来的 那你有没有发过这样的电邮 推销23条的时候 其实当时这个推销的手法 是你自己决定的 或者其实董先生也有份 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委屈 你先生爸爸妈妈 就不喜欢用他们的名字 放在请帖那里 那当然有些人跟他说那些话